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刚圣 小圣佛教 顾名思义 这圣是承载的器具 小圣就是度的人比较少 叫小圣 他只度他自己 小圣他要奉行的是什么 绝不伤害众生 我就修好我自己 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的 那大圣度的人比较多 他不伤害众生 他还要怎么样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 大圣佛教 金刚圣就是所谓的密圣 有人称为密宗 这个密圣就是小圣 不伤害众生 大圣的帮助众生 再加修一个清净观 就是你眼睛所见到的 任何的不清净 你所感受到的 你都以智慧而把它转成清净 这种清净不是不清净 跟清净的对立二元比较 而是一种全然一味的真实境界 所以金刚圣在佛教里面 它是比较深奥的领域 如果小圣佛教 它是高中 大圣佛教是大学 金刚圣大概就是佛教的研究所 我们修金刚圣的人 必须有大圣菩萨的基础 菩萨是什么意思 菩萨好像高高摘上都让人家拜 我们小时候去庙里有没有长辈 带我们去拜过观世音菩萨 他好像都高高坐在那里 我们要用香去熏他 然后他都吃水果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老用水果拜他 然后他喜欢花 其实我们可以供养菩萨的东西很少 所以大家都喜欢用鲜花素果 其实真正菩萨不是要我们拜 不是要我们供养 菩萨是要我们跟他一样 就是对人生有所觉悟 还有处理种种的痛苦 那这菩萨在大圣 像我们现在在学佛法的人来讲 菩萨他就是众生的服务员 就是我们在修菩萨道的人 就是立志要服务众生 所以你注意看我们 极大佛学社的同修 这些同学他平常做的事 都是在为他众服务 他们就是学做菩萨 而不是学习高高在上 跟大家有隔阂 只有服务众生是菩萨的职质 那服务到哪里 服务到客户都满意吗 不是 服务的这些众生都能够觉悟 离苦得乐 这是菩萨他最高兴的事情 如果你能做这样的事情 而常常没有鲜花水果点香去拜他 那就是比用鲜花水果来拜 还有莫大的功德 菩萨最高兴的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它跟迷不迷戏是毫无关系 反而他就是非常的入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